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继承家业然后当个网红好了 听起来好像不错耶 又有钱然后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那你咧你想要做什么啊 我从小就想当个公关行销 帮大家介绍每个人的优点 那也不错耶 可是我看到别的职业我也想要做耶 哇有机小农 有机小农感觉最近有机食品还蛮夯的 搞不好可以赚到钱哦 好来转职成有机小农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对社会都要有点贡献 当个设计师让社会更美好 是个不错的选择 哦设计师 这么说来我很喜欢桌游设计耶 那我来开个桌游店 让桌游店老板好了 可是可是会不会赚不到钱啊 哈喽嗨大家好我是李宁 我现在要介绍的呢是一个我的朋友 Smooth他所设计的桌游叫做完美履历 叫做My Story 然后呢他是由山亭动人出版社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发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一下哦 那我现在来介绍游戏之前呢 请大家先帮我们按订阅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多有趣的介绍给大家看哦 然后再帮我们把这个完美履历的介绍按赞按分享吧 那我们来看游戏介绍之后呢 我会有心得分享 好那我们的完美履历呢 会先选一个起始玩家 他是指定说要从年纪最小的人开始哦 那如果你们都一样跟我一样18岁的话呢 那就剪刀石头不好了 好然后先开始的人呢 会把他的这个颜色标记 放在最后面的地方 假设是我我是粉红色 那我会放在最后面 然后照我们的顺序往前排 因为这个游戏呢 他是一个时间轨的概念 所以说在时间在最前面的人 就是最年轻的人呢 他会先开始做他的回合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回合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照粉红色、蓝色、橘色、黄色 因为大家都站在22岁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会照这样子的顺序来做行动 好那我们的回合行动有哪些呢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有两张起始职业 这类卡片呢 就是大家请一开始就要把它分类好 起始职业呢 全部都是他的蓝色时间标记是1的 然后下面呢 符号最下面的这个 左下角的符号呢 是一个粉红色的人头的 这个叫做起始职业卡 那如果是 如果是蓝色时间是1 然后下面是一支蓝色的笔的话 这个叫做计划卡 它就是不是一个职业 它是你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不会在我们的起始的职业里面 我们起始的话呢 一个人会抽两张这个起始职业卡 然后你选一张你喜欢的 例如说我想要当继承家业的小开盒了 那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图板旁边 然后它上面呢 会有一些功能 起始的职业卡呢 你不用管它的条件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出来 可是如果是其他职业卡 你就要看上面要有什么条件 然后起始的职业卡 会给你的好处是说 它每一个职业都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像我继承家业呢 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翻到有新兴的卡片 等一下呢我就可以多翻一张卡 就是能做的事情会变比较多 然后呢下面的话是给你的回合收入 像我这个是粉红色 然后中间有一个一块钱 就表示说如果你下面等一下翻出来的卡片 有粉红色的呢 你就会得到一块钱 那如果没有粉红色 你就没有这个收入这样子 那所有职业卡或计划卡都是一样的 你不管是打出的是职业 还是计划卡 你都会把它叠在同一叠 所以我们就只要看下面的收入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 那个职业卡就会放在最上面 看你现在是什么职业 你才能执行它的特殊功能 如果是你已经转职了 例如说我后面转成有机小农 那就会把继承家业给盖掉 这样子我的功能呢 就会变成是有机小农的功能 就不用管继承家业的功能了 可是呢它的收入还是可以执行的哦 就是它遇到粉红色的 这样我两个都会加收入 那如果是别的颜色的 那就必须要有粉红色加绿色才会有全部的收入 如果我只有绿色卡片 我就会只会收绿色的收入 如果是蓝色卡片 我这些其他的收入通通都没有 因为我没有蓝色的收入鬼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话呢 会先打出四张卡片 我们有自己的排库哦 我们自己的排库一开始先洗一洗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有 麻吉就是好朋友 还有薪水 薪水有两张 两张薪水 然后有学历 我们都有念完书了22岁 然后还有兴趣 兴趣是家健康的 然后年轻有两张 就是我们30岁的时候呢 如果你其实的时候你已经超过30岁 或是刚满30岁呢 那就很抱歉 如果你翻到这张年轻 你就要把他气掉 然后另外一张年轻呢 是35岁 就是说你其实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到35岁了 你这张年轻卡也要气掉了 拜拜我的青春不再来 这样子 对所以这两张年轻卡 是你年轻的时候才会有的哦 而且年轻就是星星 星星就是任何符号 你想要把他当作任何东西来使用 都可以 所谓年轻就是本钱 对所以年轻是最好用的一张卡 好那我们会把我们的牌库呢 加上我们刚刚会有一张不要的职业嘛 会发两张选一张 另外一张不要的职业也会 放到我们的气排堆里面 然后跟牌库洗一洗 回合开始会从牌库里面抽4张牌 如果你的牌库里面没有牌了 你就会从气排堆里面拿出来洗一洗 好那我们先抽4张 看一下是什么 薪水还有麻吉 耶有好朋友 然后又有薪水 然后有学历 这样子我们就会进行收入阶段 收入阶段的话呢 先把刚刚抽到的4张牌 它都是可以收入的 就是不管颜色 它全部都可以收入 所以我们学历呢 就是这个书本的符号 就可以加1 然后薪水有两个 就是圆圈符号是钱 然后可以加2 然后有一个麻吉 麻吉就是你很开心 它是有一个人头笑脸的符号 没有笑脸啦 就是一个方形的头 然后可以加1 然后这边4张牌收入完以后呢 你就看你自己的职业跟计划 有没有可以收入的 好那我没有蓝色也没有粉红色的卡片 然后它这个没有颜色的卡片也没有收入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从职业或计划这边得到收入 好那我换一下 如果说我有抽到一张运动教练 好那我抽到以后呢 我就会得到一个健康 然后我有绿色的牌 这样我就可以做绿色的收入 所以如果是有出现绿色牌的话 我会就会多得一块钱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会先做完我们自己的收入 然后就可以呢 从这边做一个行动 总共有探索人生 探索人生的话有三选一 第一个叫做人生故事 就是说你可以买下面的故事牌 故事牌每次我们回合结束的时候 都会把它补满 那我们可以探索人生 探索人生的话有三件事情可以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是人生故事 就是最下面的这边呢会有一些故事牌 你可以选择购买故事牌 第二个选择是计划或是人脉 就是上面这一排它都是蓝色的笔是计划 那如果是粉红色的人头呢就是人脉 那我们可以选择说你想要买计划卡 还是人脉卡 还是下面的是故事卡 或者是第三个选项参加同学会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刚毕业 刚毕业的人是不会开同学会的 所以同学会一定要到三十岁以后才可以参加 三十岁的时候呢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好了 等我们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参加同学会 然后到四十岁的时候会参加等级二的同学会 就是大家都变比较厉害的同学会 好那这等一下再讲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只能二选一 就是你要买故事卡或者是人脉跟计划卡 好那你就看说你自己的资源可以买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买故事卡的话呢 你就要付它上面图板上面的资源 再加上它卡片上面的资源 所以如果说像这一张它就蛮贵的 你要花两个时间两年的时间 加上三块钱再加上一点健康 你才可以买这张超时加班 对然后如果是前面的话就会比较便宜 因为它每次都会往那边推 然后从这边补新的 所以说旧的卡片它就会比较便宜这样子 那上面这牌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有的有分数有的没有分数 所以我们有分数的卡片呢 它远远都会在图板的左边 所以如果你开出来的是有分数的 那你就通通都要把它调到左边去 然后分数越高的会在越左边 它就会卖的越贵 那如果是没有分数的 或是分数比较低的就可以在右边 好,那我们这牌的话呢 它买都要花一年的时间 跟一本书 还有一个笑脸 那比较贵的就会变成要花两年的时间 跟一本书 跟一个笑脸 好,那我们就选一张我们可以买的 看一下我可以买什么 我有书跟笑脸 那我就可以买上面的这些人脉或是计划 那我就可以选说 例如说我想买科学家 我想跟科学家当朋友 那我就花一年的时间 就把我自己往前一年 然后扣掉一本书 跟扣掉一个笑脸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科学家给带回家 它现在是我的朋友 可是呢,我之后如果它开出来 在我的打牌的堆里面呢 那我也可以选择转职 转职变成科学家 这等一下再介绍 那可是你买回来的卡片呢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器牌堆里面 你自己会有一个牌堆是器牌堆 刚刚用完的这些卡片呢 你也全部都会放到器牌堆里面 那你收入完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好,然后下一个阶段呢 是说你可以自我成长 然后自我成长跟探索人生呢 它这两件事情一定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做一件事哦 不可以就是这回合过去 我什么事都没做 在那边虚度光阴是不行的 那自我成长呢 就是说你可以完成计划 或是做转职 好,假设我刚刚开出来的卡片呢 里面有一些职业卡 或者是计划卡 那我也可以选择说 我把这些开出来的卡片 就是把它给打出来 开出来的卡片跟打出来是不一样的 打出来的话就是这一排 就是职业跟计划才是有打出来的 好,那假设我想要转职成有机小农 那我就要付它的卡片 左边的这些收入这些资源 我才可以转职成有机小农 因为你必须要先花时间去学习嘛 所以你就要花一年的时间去学习 怎么当一个有技巧呢 然后再花掉一点健康 因为他可能就是很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然后还要再花掉一个笑脸 你就把这些上面所需要的资源通通扣掉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源怎么办呢 还是可以转职 你就要多花一年的时间 去得到任意上面要需要的一个东西 例如说我没有健康 那我就只好花一年的时间去获得一点健康 所以就会一直往前加 你的岁数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如果你很缺少上面的东西的话 你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努力去学习 你才可以成为这个有机小农 好,那假设我已经都花完了 好,那我就变成有机小农了 我就把原本的职业盖掉 那这样我收入就会多一个 然后我的那个特殊功能也会坏 那之后我的特殊职业功能就是变成有机小农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计划卡呢 计划卡就是下面有画蓝色的笔的 它一样呢都是你要付出它的左边画的这些资源 你才可以把它给打出来 好,那假设我想要这个养成阅读习惯的这个计划 那我就要花两年的时间 可能是要看书吧 两年的时间去看书 然后还要花两点健康 因为一直看书就对视力不太好 所以你的健康就会减二这样子 那如果我没有健康一样 就是再花两年的时间去获得这些健康 所以你可能也许要花三年的时间才能够阳成阅读的习惯 就是一个职业 所以它只会露出来最下面的收入 像我这个阅读习惯的收入是卡片加1 就是说你每回合呢 之后如果有打出来蓝色或是绿色 你就可以再多打一张牌 对,那其实的牌只能打四张 如果我有绿色或蓝色的牌 那我就可以多打一张 可是它这不是无限制的哦 就是如果你打出一张又是绿色或蓝色 我又再打一张 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只要有出现绿色或蓝色 它就会启动它的效果 那它的效果就是每回合只会启动一次 启动过就不会再重新启动了 好,那就是我们的自我成长 那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探索人生或是自我成长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那你也可以两件都做 可能我这次特别的充实 我今年就是又想要探索人生 又想要自我成长 那也没问题 只要你资源够多够富 或是你想要一次花十年的时间去做也可以 可是比较不建议花时间啦 因为时间都是金钱 就是我们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比较不建议大家一直浪费时间 在探索人生或是自我成长上面 好啦,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就是这样 然后呢,你这两个行动做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整装再出发 就是说刚刚讲说你用过的这些牌 全部都弃掉放到弃牌堆 然后呢,补充手牌及场上的卡片 你的手牌又会重新再抽四张 你可以把它先放在台面上给大家看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看也可以 然后呢,场上刚刚被我们抽掉的牌 我们就会重新补充 然后就是一样就看分数比较高的 要在图板的左边这样子 把它补完 然后就换下一个人行动 可是我们下一个人不是看顺时钟的喔 我们下一个人是看谁最年轻 刚刚有讲过了 所以例如说 假设现在的分布是长这样 那就是换蓝色玩家的回合 因为蓝色他现在最年轻嘛 那蓝色的玩家如果跑跑跑 跑到黄色后面 那他后来的人会在原本的人后面 所以说,例如说橘色这样也跑过来了 他们三个在同一岁 可是就是橘色最年轻 因为橘色是最后一个过来的人 他就会是最年轻的 所以如果三个人是同岁的状况 就会看谁是后来的 后来的人他就会先做他的行动 好,那我们就会这样子一直不停的跑跑跑 等大家全部都过三十岁以后呢 要全部,我记得不是一个人过就好 要全部都到三十岁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开同学会了 好期待喔,有没有 然后同学会呢 第一开始的三十岁的牌是黄色的 我们会开两张同学会的条件 我们来看一下开同学会的条件 哇靠,开同学会也太困难了吧 像这个要花一年的时间跟五块钱 还要花一本书跟两个笑脸 怎么这么累啊,开了同学会还要花五块钱 还要赚大钱才能来开这样子 可是他有另外一张条件 另外一张就是像花一年,两块钱 还有两本书,一个健康跟两个笑脸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喝酒 所以我们要消耗掉一点健康 然后会很开心的 所以你要花两个笑脸 你要够开心你才可以去参加同学会 好,那假设我有符合其中一个条件 那我就可以使用这个来探索人生 那你就把上面所有要花的资源 全部都花掉 花掉以后呢,你这张牌不用拿走 这是条件 然后你可以从后面 因为我们到可以开同学会的时候 我们就会翻一些牌出来 这些是我们在同学会上面 可以炫耀的事情 对,因为你们知道 就是大家开同学会的时候 不是都会互相炫耀说 我现在是工程师 我现在月薪十万 我现在就是跟二十岁的时候 一样漂亮之类的 就是可以炫耀一些事情 然后这件事 你可以选一件事情带回去炫耀 它会有一些例如说 退而不休啊 什么执行力大师均衡生活 你就选一张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的 把它带回家 这样子你游戏结束呢 会有额外的分数 例如说像这张均衡生活 就是说 你所有的牌里面 你只要五种符号都各有一个 就可以凑成一组 那这样一组的话呢 你就会得到五分 所以如果你凑个五组 你就会得二十五分 好,这是我们的均衡生活的条件 我就可以拿去炫耀说 我的生活非常的均衡 我又开心 又有读书 又有健康又有钱 什么都有这样子 好,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然后结束的时候 就会得到额外的加分了 好,这是我们三十岁的同学会 那如果我们大家都超过四十岁了 好,假设现在大家全部都超过四十岁 跟那个Eric一样 好,那就 那我们就会开始 开四十岁的同学会 我们就会把原本三十岁的条件给弃掉 然后重新开两张 四十岁的同学会的条件 会变得更困难喔 啊,还有人已经死掉了 怎么这么可怜 好,那四十岁的条件 例如说这边有 一年时间 三块钱 一本书 一个房子 三个健康 跟一个笑脸 之类的 它的条件会变得更多 所以你要花更多的资源 才可以去参加同学会 不然那你就会觉得很丢脸 我什么都没有 我不要去同学会丢脸死了 就不能去这样子 好,那这边的牌就是也会全部弃掉再重开 好,我们重开 我们同学会可以炫耀的内容 对,那就是一样 就是这边会重新开 然后中间都不会补牌喔 所以说 刚刚如果有牌被拿走了 那抱歉 就是你就只有其他剩下的牌可以炫耀了 好,那到四十岁 我们又可以重新有可以炫耀的东西 然后你再来开同学会的 你就可以选一张把它带回家 所以你也可以 可能你家会有很多张 就是你有很多事情可以炫耀 你可以带很多张回家 这样你游戏结束 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分数 可是有可能都达不到 如果你没有符合上面的条件 就算你拿回家了 游戏结束可能还是没有分数的 所以说 你要选就是你 确定会有分数的 你再带回家 因为去参加同学会 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金钱跟资源 所以你毕竟要带一个好东西回家 不要说什么都不能炫耀 然后还要去 这样子 硬要去是不好的 好,那我们就四十岁会开同学会 然后呢 等所有人都到五十岁 不是所有人啊 等到有一个人到五十岁呢 他之后就不能做事情了 因为我们到五十岁之后就会退休 对,就五十岁就强迫你退休 所以如果说你 这回合开始的时候呢 你超过五十岁 不管是在五十几岁 你就不能再做事情了 就要pass 然后换下一个人 对,可是因为到五十岁后面 前面也不太会有人了啊 除非是有其他五十几岁的人 就是活得比你老 对,那 除了的人都到五十岁以上呢 我们就会游戏结束 然后就会来计分 可是千万记得说 退休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 就是硬要活到五十四岁才退休喔 因为他最老就是五十四岁 可是呢,五十四岁才退休的话 会扣十分 五十三岁退休会扣六分 五十二岁会扣三分 五十一岁会扣一分 所以你越花越多时间 你比别人晚退休 你还会扣分喔 有没有很可怕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太晚退休 越早退休越好 好,那我们退休完以后 就可以来计分了 现在我们拿出我们的计分表 好,他非常贴心 有帮我们就是做这个计分表 我们就照上面的计分表 上面画的东西来做计分就可以了 那首先呢,你要是一人一张 他这个是一个人一张用的计分表 然后呢,你就写上你的名字 还有日期 你今天过了什么样的人生记录一下 然后第一个计分呢 是说你的这些成就卡 就是你在同学会上面炫耀的东西 你达成了多少 就把分数写在这个格子里 那第二个格子呢 是我们的一些事件卡 事件卡 它有的是有分数的 像是这种慈善捐款 你花了很多钱去捐款 所以你就会得到四分 它的那个卡片的右下角 如果有分数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 这是我们事件卡的分数 那算完事件卡的话呢 再算我们有打出来的计划卡的分数 记住一定要是有打出来的才算哦 如果你心中有这个计划 而是你没有去执行 这样是不算分的,好吗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打出来 就是看你这一排 就是职业卡下面 有时候会有计划卡 那就看一下有分数的话呢 它都会写在右下角的地方 像这边有一个加3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计划卡加3分哦 好,所以我把我们所有的计划卡的分数 都写在这个格子里面 好,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比我们谁最厉害 谁最厉害 就是说我们总共会有五个不同的收入嘛 这时候会比较说 谁打出来的这些职业卡加上计划卡里面的收入是最多的 首先我们会先看钱 就是看谁钱的符号 在这个收入行 收入的这一列里面是最多的 就会加5分 那第二多的会加2分 那如果一样多的话呢 也不用担心 就是我们都会有那个分数 例如说我们三个都是3块钱收入好了 那我们三个就都会得5分 这样子 好,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看谁的输比较多 其实都一样的 就是比说谁的收入鬼里面 那一个东西最多 就会得到5分 第二多的都是得2分 那一样多的拼手就是都算 都有这样子 好,这第二个就是看谁比较多 然后第三行呢 就是说 这个你的年龄如果大于50岁的话呢 就是跟刚刚大家讲的就是 如果你超过50岁才退休都会扣分 扣分就写在这边 然后就是你的总分了 total你可能获得20分之类的 那也不用气馁 你可以再玩一场 好 那不像我们的人生 这个游戏可以重新开始 那我自己玩的心得呢 我玩了一次错的跟一次对的 好,如果你自己研究的话呢 玩错也很正常 没有关系啦 因为人生就是常常会做错事嘛 很合理 对,没错 非常的合理 那如果你玩对的话呢 输了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人生嘛 就这样啦 因为我玩了两次都输 觉得就是很难过 就我的人生 怎么这么的悲惨 好,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卷土重来 我们可以再多玩几次 总有一次会获胜的 尤其是跟Eric玩一定会获胜的 好,我深深的这样相信 我们的人生会更好 好,那这个游戏呢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是那个CV 就是大家有不知道有没有玩过CV 就是它也是一个模拟人生的游戏 可是它没有这么的 呃...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我觉得这个游戏 稍微比CV再复杂一点点 因为它有很多种类的资源 而且说你还有卡牌购组 它的卡牌购组呢 就跟那个黄鱼争霸有点类似 或者是像那个 那个叫什么 大溪铁路啊 或者是像那个 很多游戏其实都是卡牌购组的游戏 就是你有自己的牌堆 然后你自己的牌如果打完了以后呢 你就要丢到气牌堆里面 然后气牌堆的牌如果 呃...全部排库的牌都抽完 就要从气牌堆再拿出来洗一洗 所以很多游戏都是这种卡片购组的游戏 可是呢 这个游戏它却没有可以气牌的机制 就是你只能把它打出来 放到收入列里面 这样子它就不会再出现在你的收入轨了 可是它却没有气牌的能力哦 这是也让我觉得有点头痛 就是如果我不想要那张牌 可是我刚又不小心买到那张牌了 我就永远都无法让它消失 它就会永远在我的人生里留下五点 所以人生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 你都是无法把它给气掉的 这很合理啦很合理 好然后呢 接下来我觉得它也有一点像那个拼布对决 对因为拼布它的时间轨跑的方式是说 在比较后面的人先做事情 然后其他人就要等它 所以像那个拼布对决啊 还有像那个迪比斯的远方 都是用这种模式来进行游戏的 我觉得也很合理 因为它就是时间轨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每个人不能都一直在不同的时空 就是不能有一个人二十三岁 有一个人已经快五十岁了 这样就不太合理 对所以我说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等那个比较年轻的人 他比我们老了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做事情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也还算不错啦 就是可以比谁比较年轻 年轻的先做事 对啊老的人就要放慢步调嘛 我们等一下年轻人不要太急这样子 然后这个游戏呢 我自己觉得还算蛮有趣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可以玩玩看哦 好那最后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呢 也请你捧场一下 我的最新纯密专辑 它是呢写真加上创作专辑 因为里面有160页的写真 然后还有十首歌曲 十首歌都不同的风格哦 然后里面有五首歌 是我自己的歌词创作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捧场一下 如果你对创作有兴趣呢 我后面每首歌的创作 下面也会写我自己的创作心得 都是由我的一些真实的心情 来做创作的做发想 然后呢写真集里面 也有大概30套左右的造型 非常的多 不管是cosplay啊 或者是比较性感造啊 或者是有一些生活造 或者是我在运动的照片 还有一些跳舞的照片 加上一些像宣传造的东西 什么都有 对所以说 如果你想当造型设计师啊 或者想要拍写真集 都可以参考看看哦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来秘密基地桌游专卖店购买的话呢 还会送你一盒桌游狼人真言 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 因为我的专辑跟狼人桌游是差不多价钱的 等于是买一送一的价格啊 非常非常划算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来秘密基地购买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到网路上面的音乐平台也都可以听得到 或者是你可以上YouTube搜寻里密纯密MV 里面我也有拍六首歌的MV哦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到全程的唱片行都可以购买 或是网路上也都可以购买我的实体专辑 那非常感谢大家看我今天的介绍 如果你还没有按订阅 按分享按赞的话呢 赶快再给你一个机会再按一下 不要不要点按两次 这样会取消哦 所以说按过了就不用再按了 好每按的赶快去按一下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 我是秘密基地的李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是有任何建议 或是想要跟我一起玩桌游 还是你想要看其他桌游的介绍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我们都会回复你的 谢谢你的收看 大家拜拜 re video 打赏 i video 打赏 你都会回复你的 i video 下诀 i video 想要不要 i video 成功 i video i video 要不要 i video 打赏 i video 打赏 Tick Tock Tick Tock 還有過多久 Oh my 穿著的緊圈圈的收到我的口袋 從前向我走oh my 我們的感覺無法투 chores baby 嗚嗚或嗚 看穿好的把戲 嗚вед 時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